真是说呱风就下雨啊 张队长 这些全都是店里的老客 他们卸完了货 马上就去登记了 查上货 咱还查得没完没了了 豆蔻上面不是乙间查了吗 少他妈废话 张队长啊 你这眼圈咋黑黑的呢 这几天抓匪抓得可苦啊 这不是佟少爷吗 佟少爷 这马县长把那么大的生意 都交给你打理了 还在这当伙 你说啊 放着掌柜的不当 非要当伙去 佟少爷 您还真是不见骨头 佟佟 别惹老子 老子也玩过枪 三泉哥 你别乱来 没事 我们闹着玩的 是吧 这把枪不错 有空借老子玩玩 快帮着卸货去 张队长 张队长 您听我说 您别老烦我呀 你说这城里城外的闹从沙里飞 真够你们警察局受的啊 可千万不能让这个天沙的跑了 佟老板 您放心 凡是在沙坡头闹的 谁也别想跑 张队长 我觉得你还是多操心一下 沙里飞的事 别老跟我哥过不去 他也不是土匪 马小姐说的事 小队 呀 我真的是坐不来 咋了 有蛮小姐 要带你哥进城啊 我爸他有一部分生意 要交给我哥打理 他住在城里比较方便 你别跟干爹说话 我做不了 咋了吗 你是不是不想帮我爹打理生意了 不是不想 干爹那都是大生意嘛 我哪做得干 那你咋帮老齐老板打理了呢 齐老板那是小本生意 我也就跑个腿当个伙计 干爹那是大生意 我可做不了 你还不想帮我爸打理生意 小哥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我有啥事瞒着你 你不是不想帮我爸打理生意 你是根本就没有把心放在中位 瞎说呢 我咋没放那种人 那你跟我说说 你那天打跑沙里飞 咋 你啥时候学会耍枪的 你当过兵 我还想问你的 你这副沙里飞那几招从哪学的 你也当过兵 我上大学 我们那儿有培训班 哥 我在问你呢 我也上过大义 你哥当年跟一个大老板混合 这个大老板有钱得很 养了很多的看家护院 所以你哥玩得紧紧强 我不行 我从来没听你说过 有这么个大老板 有兰小姐 咋了吗 说通他没 坐不来 圈娃 听你妹子的 进城去 你想啊 你干爹这么大的生意 别人看着都眼馋 你这是咋了吗 我干爹的生意 我真的是坐不来 坐不来就学 那我咋学吗 是不是有兰小姐 老姜 快 上楼 把三千的东西收拾一下 送他进城 我妈的 干娘 你这不是逼我的吗 臭小子 这是好事了 听话 我 我坐不来 跟你妹子进城 谢谢红干娘 谢啥呢 都是一家人 快去 去 走吧 全哥 去 我真的是坐不来 慢点儿 慢点儿 来 我让你坐 来来来 慢点儿 慢点儿 你看 今天 也没有什么好的 随便吃点儿 怎么样儿 最近 好 李老板 李夫人 多亏了你们哪 要不 老子早就没命了 沙兄啊 还是你的福打命不打 你呀 就在我这儿安心地把伤养好 这外边抓你抓得可紧哪 叹娘的 老子那么多的弟兄 就只剩下老子一个人了 这个仇 老子非报不可 我不明白 这中卫县的县长 怎么跟沙兄结了这么大的仇啊 县长 屁 是 当着国民党的官 暗地里给共产党办事 这 此话怎么讲啊 前些日子 老子在警察局 结了几个死丘 你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怎么能知道咋回事啊 就是他马手田让我干的 这 这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你说他一个堂堂的中卫县县长 怎么会求到杀熊 再说了 你结那些死囚有什么用 那些死囚可都是汉奸的 屁 什么汉奸 全是共产党 哦 难怪了 我说这中卫县县城 怎么抓汉奸 抓到这么凶啊 沙兄 来 喝酒 来日方长 别往心里去 不往心里去 老子几时来后的兄弟 不能白死 早晚有一天 老子得要了这老狗子的命 那也得等你养好了伤 来 喝酒喝酒 我说啊 你们家里这么气派 你们做的是什么生意呀 哦 小生意 小生意 不会吧 还瞒着我 等沙兄养好了伤 我们一道做这个生意如何 好 好 老子不管啥生意的 我得 有钱就行 钱 钱算个啥嘛 好 来 喝 喝 来 你小心点 毛毛躁躁的 来 认几杯中药 这个是甘草 这个是牛黄 记住了 这个 三千 这都是账本 这里啊 是上个月的出账 这里头是进账 又是出又是进的 我可记不住 你别担心 这账本上一笔一笔记得轻着呢 既然记那么轻 你还跟我说上 不是让你心里有数吗 老爷可是吩咐了 让你先学记账 这都记着呢 我就不用记了 你脑子好使 你记得就行 那可不行啊 老爷说了啊 这账你也得学 这种事儿了 我做不来 三全啊 这学做生意啊 可不能急 最要紧的 就是要仔细 要不咋说咱生意人 个个都精打细算了 就这个理 这精打细算的事儿了 我做不来 过来 咋 学打算吧 啥 跟我学打算看 打算吧 嗯 打就打 一上一 二上二 三下五去二 来 来 一上一上一 哎呀 一上一 一上一 二上二 三下五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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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五 又上又下五 去不来 三全啊 这学算盘不能急啊 这着急就出错 这一出错 这账可就没发算了 一没发算 咱这生意不就赔了吗 还就赔了 老爷可说了 这铺子啊 终有一天 要归您管 您要是把生意做不回了 不辜负了老爷了 咱得把赚钱上做 来 这种活我做过来 哎呀 老爷吩咐你 要耐心点 别急 慢慢来 来 呀 我这可出来了 我做不了这种气活的 哎呀 公道自然成 老爷可是这么吩咐 呀 老爷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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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啰嗦 我给你顿拳头 冯老板 呦 何参长 何参长 你哥让谁吃你拳头啊 何参长 你好好劝劝您这位兄弟 性子造 不安心做生意 你来做啥 看我笑话 你都坐上老板子 谁敢看你笑话 你来做 我又不是现场干儿子 站那说话不嫌腰疼 要不然我当你的团长 你来这打算谈 我可干不了这个 哎 别死了 走 陪我喝酒去 这才一天你怎么就受伤了 呀 干不了 走走走走喝酒去 哎等等 你把算盘拿着 这边喝酒这边练 要的你练 我不练 走 三权 回来 三权 老陈 我劝你 我放心 你怎么给你干爹打理生意 我有点不愿意啊 你小子少拿话去瞧的吧 你小子少拿话去瞧的吧 来 喝酒 行了 烦一事啊 咱不提 你小枪怎么打得那么好 咋 在哪点呢 你管我在哪儿练的呢 你有那么好的家伙 为啥不去打日本人 咱中卫哪有日本人 你让我打谁去 再说我是军人 我得服从命令 人家叫咱打 咱就打 人家不叫打 我有啥办法 咋当了这团长 窝囊 要不你来当当试试啊 国民党的官老子不稀罕 二位在这里饮酒啊 不介意赏再下一杯吧 欧阳青 欧阳青 我们哥俩 在这里有点事 不喜欢别人打酒 何探家 不要这么小气 告诉老板 这桌算我的 这酒没法喝啊 走 坐坐何妨 二位 就这么不给我欧阳青面子吗 跟你 这酒喝不着 刚才 我听见佟兄弟说 国民党的官不稀罕的 那我想请教 除了党国的官 还有什么官可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问问 佟三权 你刚才的言论 明显是在污蔑党国 老子就污蔑了 咋 让日本人打得 跟缩头乌龟似的 看起来 佟兄弟 对党国有些成见呢 小心 你这样很容易被赤化 啥花 老子不懂 晦气 走 局长 您说破了那小的 把他给弄金了 这叫做敲山镇虎 我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别以为我欧阳青没张眼睛 老爷 有句话 不是当说不当说 我看 三权学做生意 不是这块料 没耐心 没耐心 而且不花心思 想把他拢住 难哪 慢慢来吧 三权这个人哪 性子豹 但他心不错 再下点功夫 可我就是管不住他呀 这不 朱蒜的口诀 一句没记住 就被河团长拉出去喝酒去了 这样下去 可咋好吗 这个钟翰呀 也真是的 这沙里飞还没着陆呢 他倒有闲心喝酒 好 老爷呀 你还是想想法子吧 三权不好好做生意 万一铺子出了什么差错 可咋闹呢 这不关你的事 慢慢地调教他吧 我咋就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你也说他爹把他托付给我了 我咋还得对得起他底下的爹吗 老爷 您得心思我明白 那 我就得想想办法 全靠你了 去吧 老爷 你这样强岸的牛头喝水 怕会事以愿违吧 三权哪 确实不是快做生意的料 但他也不是头倦牛 我明白了 三权是只虎 你是想养着这只虎 防在外面的狼 我看你是白费心思 你看我干啥吗 我也愁弄 老齐说好了完成任务就走他 老齐说好了完成任务就走他 说现在我咋办呢 老子又不会做生意 老子快窝囊死了 真不如去战场打日本鬼的痛快 你又没见过日本鬼子 你说啥呢 打日本鬼子 啥打日本鬼子 那是当兵的事 这两天生意不好 这么愁着呢 行吗 臭小子 这骆驼这两天得掉镖 你看啥你看 去 老子像大师的模样 老子像大师的模样 终于在半个小时 这位小子 终于在半个小时 那是 老子像大师的模样 那是 老子像大师的模样 闪着 这样的 这也不想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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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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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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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留下老江送来的这封信 天要下雨 你要要嫁人 走就走吧 就当我陪这个儿子 爸 爸 不厉害 我そう 我很多儿子 这儿子 你们这么说 你还没有什么 所有人都想搁 这儿子 你来得到哪儿 您就得到哪儿 我马兽田 没有守住你的儿子 我 愧对你 老秦 老秦 你跟我说说 我们接送的战略物资 就是那些数字 当然没错了 我告诉你啊 就是因为我们及时地把那组密码 情报发送到延安 在禁中看着前线 我们一支险些被日军包围 揭灭的部队 不但摆脱了日军的包围 还联合兄弟部队 对日军进行了反包围 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乖乖 可惜没敢上这一仗 我告诉你 虽然你没上闲闲上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次的功劳 比闲闲任何一个战斗运行的功劳都大 傻小 真的 当然真的 这回你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了吧 是 是 是 我说我们继续留下来潜伏 留在中尉不走了 对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 这是我们的工作呀 我不留下来 我已经给我干爹写了告别信了 谁让你给你干爹写信 我们刚才中尉上门了脚跟 怎么你说中断就中断了 说走就走吗 留在这 留在这又没账打闷死我 我说你是一阵糊涂一阵名字 我刚才不是表扬你了吗 说你这次立了功了吧 这不是战场吗 这不是工作吗 我不会 站住 站住 你站住 组织上经过慎重的考虑 觉得你留在中尉的作用相当重大 并且让我们俩立心配合 重新建立起 被国民党反动分子破坏的中尉地下战争 就能完成了 我们俩要是完成不了这些功效的套 那就没有人能完成 你吹啥牛子 我一年也不跟你吹牛啊 小姐啊 你想一想 你这自身条件多好啊 啊 县长是你的粘贴 保安团长高中范 又是你从小的换了军事 那全中尉的老百姓 都把你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人 那上级要再派人来 谁这技术有你好啊 啊 你说咱俩俩是完成不了任务 那还有谁 那倒是 何老秦我跟你说说 我不愿意干净 他整天动歪脑机 说瞎话的工作 我憋着死 又不来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我们是做地下工作 我们是在抗日 刚才我还表演你 你这次不是立功了吗 这些道理我懂 那你让我咋办 整天跟你收皮子 哎 你干爹 不是让你去帮着他打理生意吗 我可不想跟我干爹做事 我就是想让你 帮着你干爹打理生意 还要做一见 小小小的 ате 半DB 我 zost 你可以护着亟 也会走 就醉了 起床一起打工 谢谢齐老板惦记 老板娘可好啊 我好不好 你得问那个臭小子啊 咋 三全 又惹你干娘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怕个啥嘛 他惹他干爹生气呢 咋了嘛 你回来干啥嘛 你不是又要走吗 这 老板娘 这都怪我不好 这个三全是个好伙计 他准事啊 看这几天我没回来 他去接我去了 对对 这沙坡头的生意这么好做 我咋舍得扔下不回来嘛 就是吧 我去接齐老板 全帮 我这个客栈 你要走要留随你 谁让你是我干儿子呢 我没说走 可是你干爹那儿 你看你怎么对付吧 你留的信我已经让老姜给他送去了 三全 啥信啊 我留了封信 说 我 我不再回来了 你咋又惹你干爹生气呢 你又没跟我说你要回来 你告诉我了吗 你咋能怪我呢 齐老板 这回来就不走了吧 哎 哎呀 不走了 这沙坡头生意好做 谁敢也不走了 我也不走了 那你跟你干爹那咋交代吗 马县长 沙裂飞一直没露面 我估计她已经逃出中尾城了 您放心 我已经加紧了县城的警卫工作 来确保您的安全 我的命没那么贱 这个土匪成不了啥事了 你们也就不必大仗气鼓了 沙裂飞不出始终是个大患 再大能打到哪儿去 这个土匪不是脚了吗 这个事你不要管了 下位中汉去办吧 这 好 就听您的 县长 我听说 你把佟三权安排到你的药铺去了 他现在不在我那儿干了 这么好的生意他不去干了 我听说他向您告辞离开了 怎么突然又回来了呢 警察局真是滴水不漏啊 这中尾城有啥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你欧阳清局长的眼睛啊 啊 这是我的职责 我还听说 因为齐老板回来了 三权兄弟就不走了 这两个人 真是一一带水呀 你想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着这么累呀 你 县长啊 县长啊 我就是觉得 这个齐老板不简单 县长留不住的人 这个齐老板 竟然会有这样的面子 老爷 老爷 齐老板来了 齐老板来了 说草草草草草就是道理 马县长啊 讨饶了 真巧啊 欧阳居然也在这儿 齐老板 来坐吧 来坐坐坐坐 哎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齐老板 家里一切都好吧 你朋友的后事安断好了吗 哎呀 承蒙县长挂你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齐老板一路辛苦了 你朋友的事情 在下实在是抱歉 哎呀 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再说 欧阳局长也是秉公办事嘛 哎 我这次来呢 特地在洪流客栈 背了桌薄酒 想请二位赏光 齐老板这是 哎 马县长 欧阳局长 我这次回来啊 是打算 长期在中卫做生意 所以呢 想找一个庇护 齐老板 如果你在中卫城做合法生意 何必找什么庇护 哎 那不一样啊 能结识警察局长和县长 那不是更好做生意吗 嗯 嗯 齐老板 好 我给你这个面子 哎哟 多谢县长了 那欧阳局长 既然县长大人都给你面子 我怎么好推辞 哎呀 县长和局长二位大人能赏光了 真是我奇谋的造坏啊 昔师傅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走了吗 谁说了 这两罐好酒是笑的 我不喝酒 那您先留着 要不然就把它送来 说吧 有什么事 我要跟您学做生意 1上1 2上2 3上3 3上5 3上5下2 3上5下3 4上5下6 是6吧 4下1 3上5上5下6 看着你挺机灵的 怎么这么笨 重来 这么笨 1上1 2上2 3上5 3下5去2 3下5去2 马小姐来了 哥 这又闹啥呢 我学打算吧 哥 你不是走了吗 还给爸留了一封要走的信 咱又回来了 谁说我要走吗 我舍不得你跟干爹 咱可能走吗 才不信呢 根本就不是真心话 我啥时候骗过你 真的 咱们